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紐西蘭的伊德台仰 大家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報》 和《三台西冷氣》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情經濟反岩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 大家都知道這個七國集團峰會結束 繼而北約峰會就開始 其實聽起來都是差不多 沒什麼分別的 不過一個是世界一點 一個是歐洲一點的意思 一個是軍事上 北約是軍事上 七國集團峰會就經濟上、民生上多一點的東西 那麼Tru Do 兩邊都有去的 恨死這個魔種了 因為它不是七國 因為它都... 澳洲不一定 不關事嘛 好了 那麼Tru Do 一去到呢 第一件事 星期一那時候 昨天就去見了這個拉脫維亞總統 就跟他們說了 跟那個總統說 我們現在加拿大軍方呢 就領導著一個北約的戰鬥群 你可以說是一個部隊 就參與了一個目的就是要阻止俄羅斯 在我們這個大地區的動作 那麼同時間呢 他就走了去 然後他就走了去見這個北約秘書長 斯托爾騰貝格 那麼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斯托爾騰貝格 就本身就不是那麼... 比較...可以說是鷹派一點 他又不是那麼喜歡俄羅斯 他也是做過這個拿威首相 就是北歐人 那麼他就見到就說 北約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章篇 加拿大一直是北美和歐洲聯盟的捍衛者 那麼他就說 感謝加拿大參與北約在拉脫維亞的任務 並且決定設立一個氣候變化的中心 這是影響安全的問題 因為俄羅斯其實就想在北極那裏做些事 那麼加拿大於是差 參加北約負責看著俄羅斯 就是分工合作 那麼杜魯多就在這裏說 這個對於北約來說是一個多有趣的幾年 這幾年是非常有趣 聯盟比以往那麼多時候更加團結 在關鍵的時刻 歷史時刻很重要的 各個國家需要團結起來 應對由新冠疫情到氣候變化的危機 所以加拿大提供做一個氣候變化的 叫做卓越中心 就是負責監測氣候變化 在那裏出了大力的原因 而且地緣政治發生了轉變 現在世界上威權主義普遍都抬頭 包括有一個國家中國 所以北約的盟國需要證明 除了中國這些國家 只是採取所謂強硬的政策之外 還有其他方式可以選擇的 強硬的外交政策 其實如果再正確一點說應該是 因為加拿大差不多是第一個 說中國進行一種叫做脅迫外交 那麼杜魯多還說 俄羅斯現在和北約的接觸 變得越來越麻煩 而且比幾十年前更加去破壞性 所以這樣應該要引起世人的關注 北約應該堅決反對俄羅斯干涉 那麼他北約峰會也提供了一個機會 不單止可以重新對良好 而且強大的原則的承諾 還可以討論應該怎樣實現這個原則 這樣 其實他說那些什麼 這幾年變得很有趣的意思就是 當然了 阿欽先生在位那時候曾經說 北約要了他來 為什麼要拆他骨 說這些事情 聽到全世界都嘩然 你這個傻佬說什麼 其實北約的大佬是你美國 你美國說要拆他骨 但是沒有人會猜到他竟然會罵中國 為什麼要拆 要罵中國呢 等等 那擺到明 當然是跟大佬 不跟大佬 美國的話 他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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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其次的就是美國製造 就買美國 扔成萬億下去 如果他真是完全美國製造的 對加拿大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美國始終是加拿大最大的貿易夥伴 怎麼說都是 你中國如果說大都不夠美國大 因為實在太近 必須承認 而且現在拜登扔那萬億下去 到底他美國吞不吞得了 都是一個問題 加拿大可能可以中間有幫手呢 美國會不會鬆手呢 在政策上成為一個緊密的經貿夥伴呢 也是可以這樣看 最新近就有一篇評論 到底加拿大可能應該怎樣可以在美國大灑金錢之下獲益呢 這樣看 他就這樣說 當前最有實力的央行行長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在星期三跟媒體見面的時候 沒有人希望他會說 現在通脹很大 我們要加息 沒有人想見到的 即使是上個星期公佈的數據就這樣說 現在通脹率已經升到13年來未見過的水平 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會這樣看 美國聯儲局都未能夠準備好 結束他們的低息利率政策 因為這一個政策是全球增長的至關重要 但是呢 由於美國買美國貨的戰略 加拿大可能會被排除在美國經濟復甦的火車頭 即是搭不到美國經濟復甦的火車頭 我現在買幾個美國貨 加拿大你為何一腳踢進火車那裏 那不就沒有好處 但是由 所以現在看一系列的事態來證明 加拿大是可以在美國身上賺到好處的 即使是這樣 但在美國專注和中國爭奪在未來的工業和技術的霸權 同時呢 就有些專家就這樣說 如果加拿大想充分利用即將來到的 即是這一場科技的競賽上面 就一定要在這個產業政策那裏加大力度 即是什麽呢 上個星期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美國創新 我們叫做無盡邊疆法 目的就是要 和這個中國 鬥這個科技技術 一日之長短 即使在美國 高度分裂的參議院 也都一聲通過了 那證明呢 會有一個很大的經濟刺激措施 會提振北美長期的經濟的前景 在美國的參議院 兩黨支持之下 創新競爭法順利通過了 即使需要通嫁 即使現在是民主黨主導 共和黨都大比數 說yes的話 即是標誌著美國聯儲局 準備利用低利率 推動政策之外 美國的政府在財政上 也都賣出了一大步 目的是針對經濟增長的基本 兩個推動力 就是創新和生產力 而在本質之上 美國基本上可以看到 他們想在中國擅長的領域裡面 玩法裡面擊敗中國 就是利用政府幾千億美金的資金投資 在一些關鍵的行業和技術裡面 防止美國落後於中國最近的創新科技的飛躍 加拿大長期都是倡導這個產業政策的一個專家 叫做梅多克羅夫特先生 他本身就是一個卡加里大學公共政策管理學教授 他是專門研究一些私營部門轉型 就是怎樣可以產業轉型的主要領域的倡導者 就是在這一行裡面 是有一個明星的 他就說實際上 這件事就是美國視中國為對手 所以這一個法案就是美國和中國 是來一次正正式式的科技競賽 至於加拿大來說 如果再看加拿大 加拿大的央行副行長萊恩就說 初步的跡象表明 現在一定要 除了適應現在大流行所影響到的嚴峻形勢之外 也都要加大加拿大的商業創新才行 這個央行副行長萊恩就這樣說 他是一個金融顧問的會議上 現在的生產可能會比預計快 就是那個生產力的復甦可能會比預計 而通脹會在造成問題之前 會令到這個經濟的增長速度會非常之快 因為經濟 當經濟增長的幅度太快就會形成通脹 大家都知道 大家看看現在的東西百物騰貴了 但是如果當你的經濟幅度增長 仍然是快過通脹的 這些人賺錢多了的 是可以頂得住的 所以大流行之後 應該是會市場上 會突然間多了很多這些電子商貿 那些事情湧現的 因為大家看一下 Amazon那些其實是厲害了很多 並且譬如說餐飲業上面 他們很多人都習慣了電子外賣 那些這樣的東西 看看那些什麼Uber E 是厲害的很厲害的 這個是不過是冰山一角 但是這一樣創新的技術來講 對於拜登來說是不夠的 而美國的參議院也都覺得是這樣 現在美國的創新和競爭法 對加拿大 萬一現在是通過了 其實是會對加拿大提出一個很嚴峻的 不單是經濟上的要求 還有政治上的要求 因為美國不單只會用資金來刺激投資 但是在同時間它會要求盟友 減少對中國的支持 是一個技術上的支持 即是怎樣說呢 因為它這個創新法這些裡面 基本上是每一年 它都要去國會那裡提出 我們這個創新法是做成怎樣 而他們一定會說 加拿大我們雖然有創新法 但是我們也都被加拿大參與 加拿大就要必須做出一個承諾 就是要減少和中國有交往 如果當它每一年去做審查那時候 然後透露出來 加拿大和中國有路 轉移一些技術過去 那為什麼我們要讓加拿大上來 就會踢了加拿大出去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那位 梅多克羅夫特先生 就這樣說 如果加拿大想在制定經濟決策上面 佔有一席之地 就一定要制定自己的產業政策 如果不是 你就會被美國牽著自己的避酒 你和中國做生意? 你可不可以不和中國合作呢? 因為其實加拿大的大學 是一向和中國是有共同研究的 是超越了這個叫做政治上的研究的 合作的 比如說5G技術生產 比如說一些識別技術上的東西 當然我們都曾經說過 加加里大學 現在政府就要加加里大學 省政府 就說你們要暫停和中國的計劃 這樣說 可以見到就是這一點 而產業的政策 其實在加拿大的史上是至關重要 例如如何修建加拿大的鐵路 開彩油沙 這些事情 甚至現在說綠色環保等等 這些事情其實是需要加拿大政府本身的支持 才可以繼續 那麼如果你不能夠制定一個真正的政府資助政策 你就是會被美國牽著走 那麼現在加拿大政府呢 其實就已經列出了一些項目 比如說 想著用13億興建一座那些氫器 就是將來做所謂氫能源那些廠 就是為將來的環保汽車那些廠 其實都開始做著了 而必須現在這一刻要做的呢 就是要提升產業技能 緊跟著美國想做的事情 跟著它 然後看看有沒有將來的辦法 就是再獨立做出來 其實加拿大在電動車行業是很厲害的 而且有礦產有電磁技術 有汽車的工業也都很穩陣 那還有很多那些低碳的電力技術 那由此可以搭到美國的便車的 如果將這些所有技術結合起來 再建立一個工業基地 再要加上政府的推動戰略 就會有一個機會 那15年 短短十多年之間 是會變成一個很 就是可以跟美國互相結合的話 應該是會得益不少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分析 而很明顯 True都為了得到拜登的承諾 所以他就現在決定壓住下去了 你有一萬億 和中國給 俄羅斯給 我出兩句聲而已 出兩句聲就可以有一萬億 分一杯羹 為什麼不做呢 再加上自己國內工業政策 這樣做的話 會發達的 其實就是這樣想的 我知道這樣說很多天 很多人說 為什麼加拿大不跟中國 都要明白了 都是那句 實在拳頭在近 是很無奈的 是很無奈的 都是說兩句而已 加拿大都是說兩句而已 而且試緩就側圈 拖著拖著 看看有沒有辦法 解決當前的難題 那好吧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會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